欢迎回到我们的每周360时间 在今天我们同样的会和大家回顾一下 上个星期在车坛发生的所有大消失 而且这个星期会有非常多的重点哦 各位千万不要错过 第一则新闻也就是上个星期最有爆点最震撼的新闻 根据彭博社转载本地媒体DH的消息呢 保时捷将会在本地设立租装工厂 这个新闻是真的蛮有爆点的 因为保时捷本身除了德国的工厂以外 他们在海外是基本上没有工厂的 当然他们有一些车款是在FW的工厂共享生产线 但是那些工厂并不是保时捷本身的工厂 所以这个新闻一发布就引起了非常大的讨论度 因为保时捷竟然要在马来西亚CKD 而根据消息指出呢 这一个保时捷会和这个SAMDABI的子公司INNOCOM合作 在GULIM设立生产线 因为对保时捷来说 东南亚市场其实是非常的有潜力带挖掘的 这一次他们就是打算把马来西亚作为保时捷在东南亚的枢纽 值得一提的是 有非常多的豪华品牌都在马来西亚设立生产线 例如说Mercedes-Benz BMW 还有WOWO 而且他们的扯款在本地生产了之后 不仅仅是供应本地市场 也有出口海外 所以未来马来西亚市场很有可能成为豪华品牌在东南亚的枢纽 这一点对于本地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 因为我们吸引了更多的投资 也代表着马来西亚的这个 组装工艺还是获得认可的 当然这一切都还在评估的阶段 会不会成为事实 就要等待原厂和这个Innocom未来讨论 看怎么样了 第二则新闻 Tesla 计划在我们的邻国印尼 设立全新的工厂 Tesla 这个品牌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它的老板 是之前全世界最有钱的人 而Tesla 这间公司的市值也超越了Toyota 全为全世界市值最高的汽车制造商 而这家公司在近几年一直在积极扩展他们的生产线 除了美国的两座工厂 上海的超级工厂 还有德国的工厂之外 他们最近也计划在我们的邻国印尼 设立一座全新的工厂 根据海外媒体的消息 他们已经提交了这个申请书到有关当局 希望有关当局可以批准他们的申请 值得一提的是 印尼政府这几年在非常的积极 吸引这个电动汽车制造商进驻印尼市场 在之前印尼吸引了近百亿的电池工厂投资 另外Hyundai也因为电动车的关系 将位于我国的东南亚总部搬迁 到了印尼市场 将印尼市场打造成他们的电动车生产基地 所以以后印尼市场有望成为 东南亚电动车制造商的枢纽 大家觉得Tesla在印尼市场 还有保时捷在本地市场哪一个消息比较火爆呢? 欢迎大家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第三则新闻 Proton的新车将会如期推出 虽然在踏入2021年之后 我国的新冠疫情加剧 导致了很多汽车制造商面临零件短缺 或者是必须停工的地步 但是Proton仍然很有信心 他们在今年计划的新车仍然会如期推出 根据消息指出 Proton在今年会有两个小改款车型 还有一个全新车型会发布 两个小改款车型就是Iris以及Persona 这两个车型除了外观上面会有改变之外 动力配置配备等等都会有所升级 可以说是Proton今年较量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来源 至于另外一款新车是什么新车我们暂时还不得而知 但是在去年新春时候 Proton曾经放出他们的新车计划 在2021年登场的新车会是一款四门房车 但是基本上我们可以排除这款新车是极力宾锐的可能性 因为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 这一款新车会是一款全新的四门房车 也就是地豪的大改款 但是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更多关于这款新车的消息 因为这款新车在中国都还没有发布 所以会不会如期在今年登场呢 还是一个问号啦 可是 Proton在今年设立了一个非常高的销售目标 所以我们相信Proton会设立这个目标的话 他们应该是胸有成竹的 究竟这款新车会不会再次引爆本地市场的热潮呢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第四则新闻 Produa D55L SUV有望带领Produa完成年度24万辆的销量 去年新冠疫情肆虐对汽车制造商来说简直是一个噩梦 但是Produa的这个销售成绩还是超标 原厂在2020年设定了21万辆的年度销售目标 但是最终原厂有22万辆的惊人销量完成了 这个年度销售 所以他们在今年把这个销售目标设定成24万辆 对于原厂这样的设定 他们自然是胸有成竹的 因为跨别了一年多之后 Produa 终于要发管另外一款全新的车型 它就是传闻中的 D55L SUV 虽然目前官方仍然没有释出任何关于这台车的信息 但是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这款车会采用1.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还有全新的DCVT变速箱 它的加速表现还有油耗表现 将会大幅超越以往的Produa车款 而因为采用了DNGA平台打造的关系 这款新车的安全性跟操控表现也会大大的提高 值得一提的是 原厂把这辆车的月销售目标设定为4000辆 所以看得出原厂对这款车其实是非常有信心的 据悉这款车会在农历新年之后发布也就是3月初 那么这款新车的价格方面会不会让我们有惊喜呢? 以Produa 一直以来的策略 我们可以知道这款车应该会非常的有竞争力的 而且它有可能会成为本地市场最便宜拥有ACC的车型 大家是不是很期待这款车呢? 未来有进一步的东西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 所以大家记得留守我们的YouTube频道还有我们的网站啊 OK 以上四则新闻就是上个星期最火爆的新闻 大家觉得哪一个新闻有震撼到你们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另外我们要在这里提早祝大家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红包拿来 没有啦 开玩笑 因为在这个新年我们必须以新肠带去应对 所以希望大家遵守SOP 必须不要乱乱跑让我们一起把这个疫情控制下来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